大家都知道,最近一段时间网上爆出李小璐出轨事件闹得是沸沸扬扬 随着外面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,李小璐本人承受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在沉浸一个星期之后,李小璐终于发飙了,直指网友是群乌合之众 不过网友并不买账,随着时间的推移,亮亮的母亲也终于撑不住气了 其实这些大人之间的事,与孩子无关 贾乃亮母亲出来发话的目的,也是出于对自己的孙女小甜心的保护 同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给甜心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自李小璐夜宿批几万家事件之后,李小璐首次现身被拍到接甜心放学 之后李小璐应该是看到网上的文章怒了,直接上微博开骂狗仔队 狗仔能不能别蹲守幼儿园了,做个人帮 之后大概是李小璐觉得语言有点不妥,把评论删掉了 然后又评论了一句,希望狗仔不要蹲守甜心的幼儿园了 对于此事,你怎么看?